第109章 真难看 在这种时候 聪明的姑娘一般不会说话 只是微修低头 更聪明些的姑娘大概就会趁势依偎进男子的怀里 只有聪明过头的姑娘才会问出那个问题 你说的好看究竟是花好看还是我好看 桑桑不会问这种问题 脸上也没有什么羞意 更不会依偎进宁缺的怀里 他就像是什么都没有听见 直接向崖平那头走去 宁缺有些失望 但是看着他并角的小白花在木缝里轻轻颤抖 注意到桑桑并没有把花摘下来的意思 又觉得非常满意 很是欢喜 你有没有看见我家二师兄 他扒开秘密的青藤 追到桑桑的身后问道 在他看来 二师兄应该是在封顶或戒律院什么地方静思佛法 桑桑寻佛时应该顺道见过 桑桑没有转身 背着手继续前行说道 白痴 宁缺记不清这是他第几次骂自己白痴了 愤怒早已经变成了麻木 无可奈何地摇头 待看见山峰下方的画面 才明白自己真的是白痴 暮色渐深 被崖壁围住的天坑变得昏暗无比 只有靠近山峰的原野上 因为黄色寺庙垫顶的反光 还能隐约看清楚画面 山峰下的原野上 有无数黑点缓慢的移动 看着就像是辛勤工作的蚂蚁 宁缺知道 那些是自己和桑桑曾经见过的农夫们 那年在天坑边 根据看到的画面 宁缺推算 玄空寺有余千名僧人 原野上至少生活着十余万人 才能维持这个佛国 如今来到玄空寺 他发现 这座寺庙里有无数座寺庙 供养的僧侣远远超出自己的想象 至少有数万之中 那么说明只怕有数百万农夫生生世世都生活在这幽暗的地底世界里 想要维持玄空寺的存在 僧人们必须要像驱使牲畜般驱使这些农夫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那些农夫更像是中原早已废除的农奴 越是艰苦的地方 阶级越是森严 宁缺看着风脚下缓慢移动的黑点 明白 那些农奴肯定是在对僧侣们进行日常的供奉 脸上的神情渐渐变得凝重起来 仿佛看到了那些并未真实看到的悲惨画面 当年 他和桑桑只是看了眼玄空寺 便悄然离开 其实他便想着 如果自己是大智大勇之人 可能会攀下悬崖峭壁 偷偷去到云层下的悲惨世界 发动那些农奴起义造反 推翻这个畸形的有若已枯的悬空寺 但他不是 有人有大智 而且有大勇 那个人自然是二师兄君墨 君墨离开长安城 万里迢迢远远来悬空寺 为的是修佛 然而以他的性情 见到悬空寺的真实情形 哪里能够静心修佛 修佛 不是礼佛 君墨见世界如此悲惨 如何能在佛前叩首问道 必然是要怒而拔剑 先把寺里的僧人和那个佛斩杀了再说 宁缺在悬空寺里寻找君墨的身影 难怪会被桑桑说是白痴 师兄肯定在下面 他看着山脚下剑驱黑尘的悲惨世界说道 我要去那里看看他 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 桑桑来悬公寺 是为了找佛祖 宁缺以为他不会愿意耗费时间陪自己去找二师兄 没想到 桑桑居然同意了 昨夜登峰 今夜再落 因心情不同 沿途所见 皇庙殿宇 自然也有了另一番模样 在宁缺眼中 他们与魔宗山门里的那座白骨山都没有任何差别 他昨夜登山时 见庙宇华美庄严 想着此乃佛门圣地悬空寺 觉得理所当然 如今却知其不然 悬空寺与世隔绝 却能如此风华绝世 那便是吸取了风下农奴们的骨髓 便宇越是华美 山下的世界越是悲惨 走下飓风 远离佛国古寺 来到真实的悲惨人间 昨日眼中轻轻可喜的原野 此时在夜色里显得那般的阴森 夜色 无法完全遮住宁缺的眼 他与桑桑沉默前行 目光在原野间缓缓扫过 看见种着一种稻谷的田野 看见冒着热气的地下河流 甚至看见了几座山 只是这些山与飓风相比 太不起眼 就如土丘一般 在河流转弯的地方 他看到了淘金沙的场所 也看到了很多被人用力气斩断的手臂 在小山的后面 他看到了青草里的宝石与翡翠 也看到了被污旧着实成白骨的尸体 偶尔还能听到怪异的鸟叫 原野间 并不是一味的漆黑 可以看到很多篝火正在散发着光明 帐篷与毛毡房散落在地面上 肥胖如猪的贵人身上 挂着各式各样的宝石项链 手里碰着头骨香吟制成的酒具 满是乌泥的脚踩在少女赤裸的苏胸上 无论是哪个部落 贵人的身旁总是站着很多强悍的汉子 那些汉子的手里拿着皮鞭与锋利的刀子 皮鞭有时候落在牛羊的身上 更多的时候是落在女奴的身上 锋利的刀子有时候是用来切羊肉 更多的时候是捅进女奴男人或老父亲的胸膛里 鲜血和美酒混杂在一起 贵人们显得是那样的欢愉 那些怯懦而麻木的农奴们 只能对着山峰里的寺庙不停地跪拜 像极了无用的蚂蚁 怯懦也就罢了 麻木也能理解 然而当那些农奴们用双手 把最珍贵的金银和最珍洁的女儿 奉献给僧侣时 神情竟然显得那样欣喜 原野里的僧侣们人数不多 拥有贵人们都难以想象的地位 他们坐在温暖的毡房里 手掌轻轻落在信徒的手顶 或是落在跪在身旁的少女的身上 画面显得有些诡异 神圣与银械混在一起 很是神秘 但依然肮脏 宁却看着远处那间帐篷 听着那里传出的诵经声和深吟声 沉默片刻后摇了摇头 说道 真难看 桑桑并肩的小白花 在夜风里轻轻颤抖 他妄想桑桑问道 为什么 对于人间丑陋悲惨的一面 宁缺的体会非常深刻 自幼他不知见过多少 只是他无法理解 这样的社会构造极不稳定 为何能够维持这么多年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为何能够忍受这么多年 甚至还显得很高兴 我说过 这里就是一口井 桑桑看着远处夜空里的崖壁说道 坐井观天 什么都看不到 他们看到山上的僧人 便以为是真佛 而佛陀那套 最能骗人 宁缺想了想说道 二师兄说得对 和尚都该死 书院向来只看天上 不管人间 桑桑的脸上 没有嘲讽的神情 但宁缺知道他想说什么 然而即便是强词夺理如他 在看到这个悲惨世界后 也没有办法做出辩解 你说得不错 但既然二师兄来了 书院必然会管 因为要看 宁缺和桑桑走得有些慢 直到第二天清晨来临 晨光照亮风间的悬空寺 他们离崖壁还有很远的一段距离 离崖壁越近 离悬空寺所在的山峰便越远 温度便越低 物产越贫瘠 农奴们所受的奴役便越重 生活越是惨淡 原野间的农产物渐渐变得稀少 奈寒的野草渐渐茂盛 拖着灰色长毛的牛羊在草垫间缓慢的行走 草间有石堆 上面挂着破烂的布番 前天来时 宁缺看见过那些石堆和布番 只是没有怎么注意 此时从近处走过才发现 石堆上有散开的黑色血迹和淡淡的腥味 再往前走 他和桑桑看到了更多遭受过酷刑的残疾浓奴 有人的舌头被割了 有人的耳朵被割了 有人的小腿骨被直接敲碎 各种凄惨 各种悲惨 看上去真的很惨 很难看 不忍再看 宁缺清楚 师兄必然在最苦的地方 所以知道自己没有走错路 桑桑找不到佛祖 想要找个人 却不是难事 带着他向草垫深处走去 草垫散着牛羊 像云一般美丽 只是颜色有些不正 羊群不远处 必然会有破旧的毛毡房 房后往往会有湖 湖水碧蓝 不知是咸还是甜 一片湖水自然漫过 进出一大片湿地 水草丰盛至极 一个穿着破旧皮衣的小女孩 挥着小边 驱着属于自己的四只小羊 宁缺和桑桑看着小姑娘 下意识里想起了唐小唐 小姑娘大概是第一次看见陌生人 却根本不害怕 笑着向他们挥手 有黑的小脸上笑容是那样的干净 牙白得令人有些眼韵 宁缺看着他笑了笑 小姑娘赶着四只小羊来到他们身前 也不说话 牵起宁缺的手 便把他和桑桑往毛毡房里带 意思是要他们去做客 这片原野身在地下 与世隔绝 不见外人 外人也根本找不到这里 但这里依然是人间 宁缺想着这一夜看到的那些残忍画面 在看着牵着自己手的小女孩忽然想到 已成废墟的卫城和卫城外篝火堆旁跳舞的青年男女们 地狱天堂皆在人间 无知就是天真 天真就是残忍 你还看不破吗 就算如此 又何必说破呢 便在这时 他看到湖对岸的画面 那里黑压压跪着一地人 围着一位僧人 那僧人 穿着一件肮脏的土黄色僧衣 右臂在绣馆 在风中不停地摆荡 如果是旁人 这身打扮 自然很难看 但配着他素雅的风姿 却显得那样的端正有方 不容人挑出半点的毛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